是东方号 怎么会是这小子 魔族之人终究还是来了 魔族竟攻入东方时 我要驱逐爷爷一臂之力 这是渐仙境界的剑修傀儡 若想对抗魔族 便将这剑修傀儡带上了 以血为盟 为你所用 接下来 便是为父交代给你的事情了 昊儿你记住 这房盒中有一枚玉剑 上面记载着覆灭魔族之法 覆灭魔族之法 但此物 你需交给太医仙们的剑仙玉阳子 为何孩儿不能直接利用此法 解决当下东方式之威 时机尚未成熟 纵然是你也需继续力量 爹放心 我定会将此物交给玉阳子叔叔 这可是自负经强权 非我都就是可敌啊 东方式阵法居然有如此之威 听说这阵法是沐勋当年亲自加持的 慕容城主 你洗我族大阵 这是何意 你囚禁我外孙 老夫今天撤来东方式讨个公道 这是我东方式的家事 阁下最好不要插手 你们东方式 我曾罪人之子 还敢嚣张 赶紧把少女交出来 还有那慕勋之子 老夫要让他给个说法 交出慕勋之子 若不是慕勋当年助你 你能迈入自负境吗 如今你居然为了你外孙 要找慕勋之子讨说法 我真往恩负义 东方即日 认清现实吧 慕勋现在是县门叛徒 他的儿子也是个祸魂 我持之徒 二长老 你 三长老 识时误者为俊杰 你不要再负于顽抗了 秦魂魅营 你父亲他就是仙门的叛徒 九州仙门已坐使你父亲慕勋勾进魔族 你就是叛徒之子 秦魅营又如何 他是叛徒 是整个九州仙门的敌人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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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不在 难道要擅自决定此事 我们也是为了全组考虑 如此宝物应该交给更有价值的人 去寻东方号来 东方号 太上长老有请 沐雪 你怎么来了 几位长老让你去议事大厅 找我 是 我觉得是有蹊跷 爷爷正好外出 你可要小心 好 我去看看